香港特區政府在4月12日舉行 香港參與上海細博會的贊助機構籌謝晚言 為了搭借各贊助機構踴躍支持香港參與上海細博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向贊助機構頒發感謝狀和紀念品 唐英年在致辭時表示衷心感謝各方的大力支持 香港參與上海細博 再過18日,2010年上海細博會就會正式開幕 這一次是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世界博覽會 亦都是國家繼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主辦的另外一項國際盛事 對於國家、對於香港特區都是有特殊的意義 他表示目前已經有超過25間機構以現金、實物或其他方式提供贊助 已經籌得超過港幣3,800萬元 香港全力參與今次的細博會 除了興建獨立的香港館 亦都會參與首創的城市最佳實踐區和網上細博會 亦都會在6個月內舉辦一連串的活動 特區政府專程找了歌星張學友 出任2010年上海細博會香港宣傳大使 並錄製有關的宣傳片和主題曲 在萬宴上首次播出 另外為各嘉賓在萬宴上送上的還有以全男班和聲合唱 配合女獨舞者的演出 混雜專業作曲家、合唱指導和編舞家的名音樂創作一鋪清場 在博會期間香港將會舉行超過55項不同種類的活動 包括文藝表演、展覽、研討會等 在表演藝術方面 合共策劃26項不同形式超過70場的表演節目 香港參博工作組蕭利報導